正向报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7月31日 首先这里有我们社长李敏王 大家早晨 好早晨BC 你好我好 大家好,常事真你好 还有我家探生,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下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 有信念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大台梦向编辑 三台晒冷气那里 点赞和分享和订阅 多谢大家 好了,这一节呢 就是讲一下一些 都是理论分析的东西 国安法是下了 就是立了 差不多过了一个月 在先两天 第一个要动用到国安法的 就是7月1日 那个拿着 江时旗去撞警察 去撞警察 那个是第一位 但是正式 在一个比较平静的日子 去利用国安法的就是前日 应该是前日 昨天前日 前日就是这个中汉 政坦色彩仔 中学 姓中 那位 那位 那位仁兄 十九岁的 那还有说 那连同学生 那图 那帮人 都被逮捕了 就说我们是国安部的人 拘捕了他 那 就是 现在这件事 出现了 不够十二行 在全世界的报章 都被抓出来 但是 就是 最多的就是 可能觉得这个 个较子都不够 不够 不够 而且 可能会影响观感 沒有人把他的照片貼出來 因為這位年輕人的樣子也不算太好 也不算太好 所以我看美國的傳媒報導他 並沒有用到他的照片 大家都知道即使英國的《衛報》等等 都是沒有用他的照片的 我對這一點就十分奇怪 為什麼不用他的照片可能跟他的樣子有關係 人不可以貌相 總結一下現在發生這麼多事 過了一個月 魚波應該是未了 而且應該會震動不停加拿大 世事沒有一定的好事 除了政府派錢 很容易的 所以尤其是這麼在爭議的法例實施 一定會有火氣上 大家看看怎麼看 大家當然第一件事要先說 開宗明儀要說清楚 任何法律都好 你喜不喜歡它立 你在那個地方就要守當地的法律 你喜不喜歡那法律都要守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守法是最重要的 因为守法才不会惹祸 我们这些可怜人看世界的方法就是 尽量不去犯法 用尽自己所能不去犯法 好了,就是信民 如果提倡做信民都要被人插的 我是无话可说的 好了,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想做信民的 但是在现在这个国安法里面 其实有些位置是不清楚的 有些位置是不清楚的 最主要就是在做金融那一方面的人 是有很多问号 因为大家都知道 内地之前2015年的时候 其实就试过临市 记不记得?上证2015年 就是2014年的时候大牛市冲得很厉害 那时候我在高位也接了很多货 接着2015年 其实市场就倒下了 好了,问题就在这里 在当时的情况 有一家公司被人罚了6.7亿万人民币 就是一家美国的芝加哥 是芝加哥的证券公司 他在内地有业务的 那他就犯了这个中国的规矩 就是这个户口和管理的问题 那就是因为有些户口和管理的问题 就罚了个钱 罚了个钱 其实那些人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内地这些规矩 会不会在香港适用呢? 那就是很多事情都有问号 那金管局就不是管这件事的 但是金管局好像也有人出来说 就是国安法不受影响 就是不会影响到一般金融运作 那接着就是还有这个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也都出来说了 就说没事的,一切都是照旧 但是呢 就是有很多做金融的人呢 就不是这么看的 就觉得呢 虽然你已经说了这样了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我说的那个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就是叫做SFC 他就说一切照旧 就是那个规矩就照做的 但是呢 现在开始就有些人就 就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喂 你好像没有讲清楚的 如果譬如我写一些 就是我们之前都讲过的了 写一些报告 是不是唱好内地的某些机构的 那内地很多机构 大家都知道是国企啦 那如果我们写这些报告 就说国企的数据有问题的 那样是否可以 有可能会触犯这个 国安法呢 因为国安法 国安法会有一条就是说 你不可以煽动这个仇恨 对于这个中国的 其实就是任何机构 基本上就是官方机构 那你国企算不算是官方机构呢 就是那些东西是不清楚的 那现在大家都有点紧张 有些人就将这些可能会有问题的东西 就调去新加坡做 那你说他不写唱衰 就是中字头的股票不行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从来都是有人唱好和唱衰的 在一个股市上面 是不是 从来都是这样的 这些是市场的游戏规则来的 嗯 财烟 什么沈大叔的 你们就知道 哈哈哈哈 我记得最搞笑的是 以前和我们旧台的人吵架 就是沈大叔 其实我以前都想不明白 一个人长期是和市况 我们经常说和现实相差 这么远都有人听 最搞笑的是 要他做明灯 他是一个演员 有时候有些人都是 最搞笑的是 就是他下面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水军 他每次都对的 但是时机不对 那如果你一个月之前说声 那你今个月说跌 那你今次说他对了 不过今个月才实现了 那其实做水军呢 水平就会高一点点 我觉得 要不然就被人笑了 当然 不过不是这样 怎样拎 好像我这儿 我刚刚十几十年前 如果这儿有一个财展 天天就说 我说中了 是一年前说的东西 现在中了 然后说 我当日已经说过 查一查原来一年前说的 那只股票上升 一年前你说的股票上升 那中间又跌又上升 有什么东西上升了 你又说跌到 跌到跌跌了 你又不说 真是糟糕 不过这些是这样的 就是金融业 都有很多这些东西的 但是他们 有人有 就是关心是真的 这一样东西 有人 就是有人 完全没有事了 但是呢 就看哪些人的看法是对的 那我自己就认为 问题应该不大的 有些人是几人休天的 那但是当然了 就是你一家大公司的人 就是管一家很大的公司的人 他就一定要小心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 是令到别人没什么信心的 就是张建宗做出来的 张建宗他两个星期前 就跟那些外国商会的人开会 就是外国商会的人就问 就是你怎样去看 就是怎样去看这个国安法 和国安条例究竟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正常的商业呢 就像刚才说的那些 写报告那些 一个明确的答案都给不到人 一个明确的答案都给不到人 结果就是政府就要叫那些外国商会 就要将那些问题 就要书面形式提出 那样的 那还有就是 其实现在还有些人 就是觉得那个法律 不是很清晰 还有是 就是有些仪欺 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看的 就是这个是有些人的看法 但是事实上呢 是不是这样呢 你是要 就是我觉得特区政府是要讲的 是要有责任去解释清楚 究竟那条法律是怎样 你会怎样 你会怎样 interpret这条法律 怎样解释这条法律 这些很紧要的 因为现在 其实 申维斯昨天都讲过 其实商人就没什么怕的 最怕就是那些 不清不楚的位置 是不是 就是最怕就是 那些灰色地带 不知道怎样可以判断 或者不知道怎样去解释 就是如果是任得你解释的 你没得咬的话呢 其实那些商人就会觉得很危险的 有一件事 还有还有一件事就是 是有一个部分 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反对的 就是国安法呢 其实有一件事就是 可以送上内地审的 是不是 那大家记不记得 那个逃犯修订条例是怎样的 逃犯修订条例是 只是转移引到一些囚犯在内地 都被很多人反对 嗯 而且报道很大 而且报道很大 所以你说 国安法是不是立了 是不是不会有 后续的事情呢 我自己觉得不是 可以见得啊 说真的 有很多事情是未出来的 嗯 就是你说 香港前景 就是台阳社 前景暗淡 是的 如果对内地 为什么 其实我一直都说 内地一定会比香港 就是因为内地呢 它那些规矩呢 你大概都知道的 嗯 就是你有个确定性在 其实有时候就是 你的不确定性呢 令到人 是更加难处理 就是面前的问题的 是的 就是如果你有确定性的话呢 就让人家都好搞 现在香港呢 就是 为什么会有不确定性呢 就是 香港某些官员呢 他搞 就是他 他做这条 就是 就是他没有好好解释清楚 究竟这条港版是什么 还有 人家的外国商会有问题 你回答不了就走了 是的 都不知道是故意的 是 张建宗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就是张建宗这个人 是这样搞 我不是 已经不是根据香港媒体说的了 这个事情 张建宗一向香港媒体上面的风评 都是很差的 当然 但是那些王人很喜欢 因为 因为这条人都不知道搞什么的 但是他 跟外国商会开会 完全给不到信心 外国商会的 是的 因为 王人的选择一个 最废的人去 就是战斗力比较差的 说句老实话 你选过这样的人 他们记得在黑洞 那时候 林郑下来 张建宗上也没所谓 是这样的 老师经常说的 刘世良也经常说的 就是这些人 是完全做事是 吟漏漏漏的 就是你看到他 他做事是 说话都是完全不顾后果的 什么交产公园吃饭 吃你老母 整个 真是很搞笑 就是我都很少 就是这么严厉 验政府的人 就是政府整体来说 施政困难 但是 某些 某些原因 就是有你这些 是很糟糕 去到别人外国商会 别人叫你回答问题 你回答不了 就走了 不是 阿芝阿佐 是阿芝阿佐都没有 那些 他还要卸博 卸给其他人 他说 你写下一些问题 寄给我们 唉 摸你 那样都可以 就是这样做都可以 如果你这样做 哪个人 会对法律有信心 就是看到这些傻 X 有时候你都很心痛 唉 有这些容忍 是吧 全世界都有国安法律 全世界都有国安法律 你不信的原因 是有很多的 但是呢 为什么香港那些外商 会有这个问号呢 就是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边 就有美国那些十九制裁 十九制裁 那制裁又要不要被美国搞到 另外一边呢 又要小心心 不要踩中这些 国安法里面那些容易犯法的地方 一定要很小心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确定性 因为 现在 政府出来说 不是打击大多数人的 是打击极少数的 那 人家看到一个样东西就是 喂 你说是一样而已 但是你做好像不是这样 是不是 现在你看看有些 有些操作不是的 譬如 警察举止旗 这个举止旗呢 我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呢 你不可以整天举 是不是 如果你整天举止旗 那他就觉得 你打击所有人 基本上 不是跟你说的 和做的两套东西 这个是信心问题的 其实 现在 香港的问题 就是信心问题 但是还有一件事 是 前景那么淡 还有一个原因的就是 我为什么要在这些 有这么多不确定性的地方 我不如 如果我要和内地做生意 我直接去内地 我小鬼在香港 是不是 就是现在 实际 那些人会想的问题就是 我究竟是否直接 直接去内地 直接搬走 其实 你说香港会不会 真的搞得好呢 不是那么容易的 尤其是你看到 张建宗他做事的那些手法 根本 就是说真的 你就算本身有信心 你都会没有信心的 看完他这样做以后 是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他可以说这些说话 可以这样做 这个人是 他只走了 两个星期 他开开口就走了 是啊 但是问题是 你搞这么大碗 政府是不会对他 仍然保护得住 这个位置 我相信 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 你这个级数的官员 都不承受得很久 不是啊 他好像可以继续做下去 其实 还有人会推他 可以做特首 什么什么 其实 我自己觉得 香港难管制 就是这个地方 你怎么踢走张建宗 你看看 没有人针对张建宗 其实 没有什么人针对 没有什么意见领袖 针对张建宗 全部都是针对林郑 尤其是 因为他宁愿有个 灰灰的人 是啊 这帮人 是啊 其实有一帮人 就是要 特区政府永远都施政 是有困难的 他们就要把他们的政治利益 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香港是没得救的 其实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是没得搞的 因为你有太多人 一直在削弱 特区的管制威信 特区政府的管制威信 当然很难搞的 现在 就是这个国安法变相 其实不是增加 它没有增加到特区政府的威信 反而是影响 因为实施了一阵的错误 就是 不是 它有两变的 一 应该你是每一次动用之后 你就有 应该有一部公关队去化了它 现在就是那部公关队是完全失败 是啊 不是 可以说不是 做都没有做 不是 现在它完全没有做公关 你留意一下 DQ其实没有公关 我DQ就是DQ 搞什么事 就是它说你不支持国安法 就没有可能忠诚地支持这个基本法 你用这样的方法去DQ人 其实又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觉得 究竟你是做好件事 还是想做坏件事 我是有这个问号的 其实 昨天我看到DQ这么多人 其实最初很开心 我越想越害怕 为什么 就是我认为 应该DQ的人 没有被DQ 而 就是有些本身 就是说真的 都说话上算温和的人 就被DQ了 是啊 其实你想想想 葛包皮医生 其实他说话上算温和 虽然他是一个容忍 但他都被DQ了 假如他的党友 这个谭文豪 真的要搞死香港 真的出了去搞死香港 搞坏香港机场 是啊 可能因为他的物业在内地 放他一马 会不会 哈哈 有机会 就是有个理论 你必须要有些东西在渣拿 才会相信你的 对不对 你什么没有渣拿 那譚文豪大大个家当 在那里 信你咯 信住你先 这样咯 是不是 可能这个 自己人 当自己人先 他敢不什么 可能他就会离婚了 是不是 因为说 你害到我没了一家人 谁知道 就是这个 我个人的看法 嗯 其实现在有些 就是现在这些 不确定性 就是令到大家都有些紧张 说真的 嗯 没办法 就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面对 那你 就是如果再多些 张建宗这些人 完全给不到信心 就是 外国投资者 那就 香港都 等着全包散了 真是大事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如果继续被张建宗那样乱搞 是全包散 是 其实是因为 你每一次 动用这条法例 你就是要找些东西去化它 它的影响 就是要靠一些好的 什么 就是一些好的公关技巧 好的官员去做 但是张建宗完全不合格 嗯 是啊 真的 这些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你 就是说真的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它就不会走的了 那你唯有就是自己 自己帮自己 处理自己的问题 就是政府 这些不能帮政府的了 也都不可以想着政府可以帮到我们 就是这个层面上 因为我自己觉得他们是不合格的 就算了 陈茂波那些出来说 没有问题 那 就是其实现在 那些人都不信他 基本上 嗯 所以 都是这样说 现在 希望那些傭人 就努力一点 或者最好被人 替换那些傭人 其实都是一件好事的 好了 今次时间都差不多 多谢大家先 拜拜 多谢大家